欢迎回来继续Focus 这位中国大陆一生的过世 为什么值得我们置记 因为他曾经揭露 中国大陆河南卖血经济 造成了百万人一起感染爱滋 这位退休教授高耀杰 12月10日在纽约辞世 当年中共官方宣传 把爱滋定为吸毒与同性恋造成的 而这位高耀杰就戳破这样的一个定义 并且揭露河南爱滋村的惨况 全是人祸 他亲自救助了很多河南爱滋的遗孤 却遭到中共打压 才流亡美国 12月1日是国际爱滋日 联合国报告显示 全球爱滋防治工作有进展 至少16个曾经历爱滋病泛滥的国家 如今接近三个95%的防治目标 95%感染者知道自己染病 其中95%的人能得到药物 服药者95%病情能被控制 但感染者中的弱势 贫困儿童与妇女出境仍然堪忧 有1.3 million new HIV infections that occur every year okay that's just what we saw last year every single minute a life is lost to AIDS every week 4,000 adolescent girls and young women are newly infected by HIV and still 9.2 m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at are living with HIV do not have access to life-saving treatment 数字有改善 现况仍然可怕 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高耀杰 是少数几位敢于揭发真相的 医界人士 他的调查揭露至少38个 河南爱兹村的悲惨情形 80年代后期 中国大陆政府为缓解 城市医疗血荒 提出计划献血政策 当时较贫困的人口大省河南 兴起卖血赚钱的血浆经济 采血过程不安全 甚至直取血浆 再把前一位献血者的红血球 输入下一位献血者体内 使其快速恢复体力 最终造成了河南血货 综合各媒体数字 保守估计上百万 河南民众感染艾滋病 至少数万人死亡 高耀杰是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 扶科肿瘤病专家 1997年开始 自费进行外肢病防治和救助工作 2000年开始主力救助外肢病违孤 他在2003年 获得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 在近年已经移居美光 高耀杰其实并不是移居 而是流亡 这位被称为中国民间防治艾滋第一人的退休教授 12月10日在纽约去世 享年95岁 并未完成死在回中国飞机上的心愿 散尽积蓄救助爱滋孤儿 公布调查数据 却为高耀杰惹来没完没了的麻烦 他2003年还获得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 但其实来自政府的监视与打压 让他感到不能动 高耀杰的发言越来越有公信力 戳破中国大陆官方宣传 爱滋病在中国主要因吸毒与同性恋而传播 只是假象 还揭露农民因贫穷卖血染病的丑陋现实 更希望让爱滋孤儿们摆脱歧视与困境 说真话让高耀杰的亲友都受打压 女儿还因此失业员走加拿大 与母亲反目 2009年年过八旬的高耀杰 带着要撰写回忆录的资料流亡美国 行动不便又失聪的他 晚年孤单 据说仍挂念着亲手救助过的爱滋孤儿们 中国大陆史上重要流行疾病的吹哨者都已逝世 不睹六四十军警杀人 以及揭露2004年SARS疫情的中国医生蒋燕勇 遭软禁多年后今年三月去世 揭露中国新冠疫情的李文亮医生 染疫殉职 揭露河南爱滋血货的良心医生高耀杰 如今也克死异乡 索性后继有人 公司派我回来香港工作 然后我有很多机会去农村 后来也发现在中国有很多农民 因为贫穷无知去卖血 结果卖血感染了爱滋病 他们死了之后 这些孩子变成了孤儿 曾是华尔街银行副总裁的杜聪 出差北京时巧遇从河南来求医的爱滋父子 好奇而跟着回河南 目睹可怕的爱滋村惨况 1998年杜聪成立志行基金会 致力于帮助这些爱滋遗孤的就学 心理辅导与职讯赔利等工作 25年来帮助至少3万个孩子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